欧盟的保护主义是炮口一致向外 但是呢 欧盟内部却因为生计产业而瞧不拢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带你快来看 嗨 大家好 我是志玉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欧盟最近频频有动作 可以看出什么呢 看出了欧盟的保护主义 哇 持续作祟 这应该是从欧盟一开始成立以来 这27个国家 哇 不断的想要保护自己 大家那个时候不是抱团取暖吗 但是呢 抱团了之后怎么取暖 都往别人下手 保护自己 但问题是啊 你一个国家 或说你一个国家的联盟 想要持续往前进 你不是应该要壮大自身吗 让我们更强大 对不对 但是怎么只想着我要保护主义 我都不思创新 这到底是不是 你这个欧盟应该要持续往前走 该做的路 该做的事呢 我们今天来带大家聊聊了 提到了这个欧盟的保护主义 我们要先从最近欧盟 对中国下的手开始说起 中国又做了什么 欧盟又对他下手 现在全世界都想对中国下手 好 那么欧盟呢 应该说起源于今年的车展 慕尼黑车展 哇 中国的电动车大放异彩 然后大家一看中国电动车 哇 怎么这么厉害 这么漂亮 而且这么专业 哇 这个效率很好 结果呢 你就把这个欧洲的一些电动车啊 几乎都是打趴在地 于是乎法国就站出来 不公平 要调查啊 不公平哪里 他说以前我们德国的车 我们这个欧洲的车走出去走路有风啊 怎么现在变成要看中国车的脸色呢 这不对不对不对 所以他就拿出来说嘴哦 那怎么个说嘴法 他说你看 不公平 因为美国呢 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 他的这个客的关税高达27.5% 那我们欧盟呢 对中国车客的关税只有10% 所以你看 这个卖到欧洲来 哎呀 中国车就打趴了一挂 这个德国车了 打趴了一挂 欧洲车了 所以这样不行不行 所以呢 要好好来调查他一下 调查一下中国电动车 有没有补贴的问题 所以他们反补贴 那如果调查有嘞 你想怎样 哎 有的话他要磕你高关税了 他说至少要拉到跟美国一样高 好 那于是乎呢 我们就来看看啊 其实欧盟对中国啊 要祭出这所谓的反补贴 反倾销 反垄断 要罚你钱 各种各样保护主义 不只是这一次的电动车 哇 这个好早以前就开始有了 当年话说从头啊 2000年那个时候 中国要加入WTO的时候呢 其实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我10年内 我就输出我自我设限嘛 让你们这些WTO的 其他的国家可以做好准备嘛 结果呢 这个欧盟啊 就躺在这个地方 好整一下 觉得你中国什么啊 准备什么不用担心 好 但是后来呢 发现2005年也不对 中国做的东西怎么 物美价廉 怎么卖到世界各国都越卖越好 哎 心里头就有点担心受怕 还恐怖哦 好 那怕了怎么办呢 在2005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了一场中欧的凶兆大战 没有听错 就是内衣那个凶兆 为什么叫凶兆大战 当然是别名啦 其实呢 正统的 这个学名应该这样说 叫做纺织品大战 好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在一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不是讲世界工厂吗 所以呢 这种劳力密集的 像纺织品啊 哇 那个中国真的很会做 全世界做到No.1 真厉害 好了 那要卖到这个欧洲去哦 那欧盟呢就很紧张啊 哇 你这个东西怎么那么便宜啊 然后仔细来看一看 哎呦 很好耶 怎么那么漂亮啊 哎呦 线头都没有耶 完美耶 所以好害怕哦 那卖的太多了之后呢 就导致在欧盟很多国家 他们的一个纺织品的一个企业哦 当然就卖不过中国厂商嘛 就倒了倒了倒了 哎 于是呢欧盟就说不行啊 你这个清销清销 我要反清销 所以那个时候打了一个这个贸易大战啊 然后搞得天翻地覆 有一场凶兆大战 那后来到了2010年呢 你就没有记取当年凶兆大战的教训 还躺在那个地方 好好整一下啊 没关系 结果后来哎 又来了 中国做的鞋 越南做的鞋 哇 物美价廉 真漂亮 这鞋哎呀 不得了啊 穿上去面飞毛腿啊 结果呢欧盟的这些制鞋厂又一样 又被打趴了 然后被打趴 怎么办 我倒了 好 那于是呢欧盟又来了 中国越南我要克你税 哎呀 克的好高的税哦 克到不得了哦 呃这个中国卖到欧盟去的鞋 克了16%的关税哦 那越南也克了10%左右的一个关税哦 所以呢你看每一次 呃在欧盟他的一个企业 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欧盟就会跳出来 然后帮他当一个这个 老大哥在后面给他撑腰 就对这些来提出挑战的这些对手 全部我都说你烦请销 说你垄断 说你补贴 所以我都通通克你关税 让你在这个欧盟这个地方活下去 那个很奇怪吗 你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做好吗 你觉得人家东西物美价廉 那你也做物美价廉东西吗 啊你不做 然后一天到晚骂人家 这个垄断啊 请销啊补贴等等的 但其实啊 呃这个欧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如此啊 这个欧盟就习惯性的 保护主义嘛 保护自己任何人对他提出挑战 我一样这样对你啊 好那我们就来看了 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啊 最近这个话题是 呃这个有一个叫CBER 在海运当中呢 欧盟有一个法规 从2009年开始的 呃这个叫做海运的 联营集体豁免条例 什么意思啊 欧盟说我是一个大公务司 我很公正 我这个一定要正义 这样的一个联盟 所以呢你们所有的这个商业的竞争 你们都要公平 于是呢为了达成公平呢 我就有一个这个所谓的CBER出现了 好这CBER呢 当然不是讲了吗 让你联营 然后呢让你集体豁免 什么意思啊 航运这家 呃这个产业当中呢 有这种很大的航商 好大哦 富可低谷好大家 然后呢 他说那这样的话呢 市场就会全部被他垄断去 于是乎要公平嘛 我就让这些小家的小家的航商 我让你哦 呃他有一个条条款哦 他说你要在全球市占率30%以下 你才算是可以试用这样的条例的哦 30%以下好 你就可以组合 你就去找你的盟友来 然后你们就一起 你可以共享航线 你可以共享仓位 你可以一起定价 然后呢 你们可以共同联营这个航线 让你们这些小家的加在一起 团结力量大 你去跟那个大家的挑战 不要让那个大家的完全垄断市场 好所以这个条例呢 当时2009年就提出了 然后一直展颜一直展颜 好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2024年就是明年4月份 这个豁免条例要终止了 说为什么 不是要公平正义吗 因为实施了这个条例之后 没有公平正义 因为还是不断的并购 不断的并购 所以呢 大家这个欧盟就想想说 好像这个条例没有什么用 这个产业的垄断还是非常的恶化 所以就想那就取消好了 以后呢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直接反垄断法来处理了 所以你看到这欧盟就习惯性的 喜欢用这个反垄断这样的方式 来管理这所有的企业 那其实呢 以前最常被管理的是科技业 特别是美国的科技业 好我们来看到 举几个例子 像最近呢 这个英特尔 其实有一个好旧的案子 这个案子已经是在2002年发生了 但是呢 这个经过这个缠送啊 不断的这个被罚了又上诉 好最近呢 定验了啊 英特尔 英特尔呢 被欧盟裁罚了129亿台币 为什么 就是说他滥用他的市场地位 他企图伸手垄断 他干了什么好事啊 2002年啊 英特尔也是很无聊 啊他你就已经有这个X86 很厉害的一个处理器嘛 然后呢他就要求他下游的这些用了的笔电厂商啊 你就用我的 你都要用我的 我可以给你回扣 我给你钱 但你要用我的X86的处理器 然后呢同时间 呃也有他的竞争对手啊 超微嘛 那超微有人家的处理器啊 那有些呢 这个厂商就也用了超微的处理器 然后他就塞钱给人家 塞一堆钱 然后说好 你的这个笔电已经用了超微 没关系你用 但是啊 你要让我的笔电先上市 超微的处理器的笔电 你延后上市 塞比较多钱的 哦延后半年 塞呃蛮多钱 哎没那么多的 哎你延后三个月 哎于是呢 你就是滥用你的市场地位啊 你是龙头你了不起啊 为什么你连人家这个第二名 你都要这样塞钱 然后让人家往后延 这个上市的日期 然后你不就垄断市场了吗 好英特尔被罚钱 好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MetaMeta也被罚钱啊 Meta他的这个Facebook 那直接就讲哦 你那个广告也垄断 所以也要罚他钱 罚了118亿美元哦 呃这个可能最多是这么多 啊可能还更多 因为现在还持续调查当中 说他垄断啊各种啊 说他的广告啊 也是垄断啊 然后各种指控 很可能最终哦 这个Meta在全球收入的10% 全部都要罚给欧盟 这欧盟蛮好的 一个法律反垄断 然后你赚钱都倒了口袋 好像挺不赖的哦 好那么另外呢 说回来我们来看Google Google呢也被罚 Google呢 这个Alphabet的母公司嘛 那Google旗下呢 其实有很多哦 这个欧盟指控他好多反垄断哦 呃说他这个Android系统啦 直接垄断Android系统 那苹果iOS没有垄断吗 好不知道 好那再来说 他购物服务也垄断啦 所以各种指控 现在呢都不断缠送 那我们列出来的26亿美元呢 就是那个购物服务的垄断哦 这个应该是比较确切 那其他像是Android的垄断啊 还有各种广告的垄断哦 那个还金额很大 还在后头还没有判出来 那再来我们看到 连NVIDIA 灰达都被调查说他垄断 哦我真的 我真的要帮灰达讲讲话 灰达这个AI的处理器太厉害 现在市场只有他有技术做得出来 那人家这么棒 你不是应该拍拍手 你这个促进人类科技的进展吗 没有说他垄断 因为你太厉害了 你现在市占率高达80% 不行你垄断市场 这叫垄断市场吗 是因为别人没有做出来啊 这样也不行啊 所以呢现在他要被调查了 所以你看这个欧盟真的很爱调查人家垄断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他最近呢 还对这个科技业下手 他们有一个数位服务法 数位保护法 那这个法呢 他就是要求所有的社群媒体 你要公开正确的讯息 所以像呃之前的推特 现在的AX啊 呃Facebook Instagram啊 那最近呢像是这个尾巴打仗嘛 所以他就说你要有这个正确讯息 错误讯息都要被删去 另外呢还有这个对中国又来了 光电业啊 这个太阳能板 现在对中国又要调查了 又要烦晴销调查 然后就很多的欧盟的厂商站出来说 诶可不要再调查中国了吗 你看我他结巴了 他说为什么 因为呢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调查 中国的太阳能板了哦 2013年那个时候也是反倾销哦 然后呢就克了高关税 那关税有多高啊 吓死人呢 中国的太阳能板相关的一些 这个零组件卖到欧盟去 要被克47.6%到67%的关税 你就觉得哇这太贵了吧 然后发生什么事 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讲 来发生什么事 你以为你在保护欧盟的业者吗 你以为这样可以促进 欧盟的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吗 根本是得其反 因为呢其实那个时候的欧盟 是大量非常依靠中国的太阳能的 相关领主件太阳能板 好所以呢那个2013年 一直到2018年 他克了这么高的关税之后 发生的状况就是 中国供应当然就锐减 因为太贵了谁要买好 中国不供应 不供应了之后呢 整个这个欧盟的太阳能的一些光电产业 几乎是原地踏步 因为装机率也直直落哦 因为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便宜嘛 那你现在换成欧盟东西就变好贵哦 那你如果是欧盟的人就觉得 呦呦那么贵 以前可以那么便宜 现在那么贵 我不要装哎 所以呢你就看到了 他们的一个光电产业 就没有像2013年之前发展的那么快速了哦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欧盟又要针对中国太阳能板在做调查 所以很多德国的企业就默默的向天祈祷 可以不要了吗 好那现在我们除了科技产业之外呢 今天跟大家来聊聊新进展 最近欧盟把目光放上了生技产业 你就发现生技产业以后越来越夯嘛 现在人越来越走向高龄啊 健康很重要啊 所以呢大家都看上生技产业 最近欧盟用这个反垄断法阻止了一桩收购案 这收购案是美国厂商并购了美国厂商 你说关你欧盟什么事 欧盟说不行你就影响到我 所以呢他阻止了这个收购案 好这个呢是一个全世界很重要的基因定序的一个生技业者 叫做Illumina 他是一家美国公司 那他在2020年的时候 他收购了一家由比尔盖茨跟贝佐斯 他们投资的一家生技厂商啊 叫做Grayl 那这家公司呢他专门很厉害 他可以做癌症筛检 他你抽一管血 他可以筛出50种的癌症 很厉害对不对 而且其中有45种都是现在没有什么办法筛出来的 技术非常领先 那现在呢他就说不行啊 你一个是基因定序的龙头 然后收购了一家这么厉害的癌症检测厂商 哦以后通通给你生意做好了 别人都不要做 所以他就阻止了这样的一个收购案了 那除此之外呢 最近他又在调查 辉瑞要去并购一个这个CGEM 就是一个这个肿瘤药物 非常领先的一个厂商 好那这样的一个案子呢 哎一样欧盟说我也要进行反垄断调查 那现在没有调查结果 还在调查进行中 好不过提到了这个生技药物呢 最近啊我们来看 很可能接下来要被调查的是什么 是诺和诺德 他是丹麦的一家制药的龙头厂商 那他做减肥药超厉害 哦好需要 好做减肥药很厉害 然后呢厉害到哇他的这个税后存益啊 哇这个很厉害啊 展望呢应该可以年增来到40%到46% 太厉害 他的市值几乎要超越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那他的一个主竞争对手呢 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叫李莱 那李莱呢也赚很多钱 但是呢大概是年增23% 没有这个诺和诺德来的那么多 但是呢现在哎呀这两家公司 你越来越大之后哦 你要面临的挑战 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而是反垄断调查 所以这两家公司你自己注意一点啊 什么时候被来反垄断调查不知道 好但是我们刚刚提到欧盟的保护主义 他不仅仅是保护他自己的一些产业 他甚至在他们欧盟里面这27个国家 各个国家之间都有所谓的保护主义 生剂业呢其实最近非常火热 那比如说有很多的新药推陈出新哦 对于人类的一个健康来讲 都是长足的一个注意跟帮忙 但是呢在整个欧盟国家当中出现的现象是 你不是要公平正义吗 你光是欧盟里面都不公平不正义哦 因为呢有一些新核准的新药 癌症新药标靶药物等等哦 有钱国家可以拿到90% 你说比较贫穷的国家 大概只拿到10%左右 甚至有一个举例哦 他说呢同样的癌症的新药哦 在德国可以拿到的药 两年后罗马尼亚的医生 才有办法开那样的一个药物 你看到那个时差有多远 那如果你是一个癌症患者 你等得了两年吗 那两年的差距是多少条鲜活的人命啊 这就是在都是欧盟国家 为什么差那么远 给大家举例哦 这个人均GDP就差很多 比如说像荷兰 他比保加利亚的人均GDP是多5倍那么多 另外呢你像抗癌药物哦 每个人可以花在 每个国家的人呢 可以花在抗癌药物上的这个经费也不一样 有钱国家像奥地利瑞士像德国 他可能可以花到 这个100欧左右 但是呢你说比较贫穷国家 像是我们刚刚提的保加利亚 像是波兰 这些国家可能他只能花到10欧左右 那是10倍的差距 那么也难怪现在有非常多药厂 他宁可把这些药卖给那些有钱国家 他也不想卖给那些贫穷国家 那于是呢 这就出现了保护主义的状况了哦 所以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保护主义哦 到底是保护了他的产业 还是钳制了他这些产业 对自己的要求 他们的创新性呢 哎这可能好好值得商榷啊 这反垄断法呢 欧盟绝对还会持续下去的啦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苦主是谁 好这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了 我们下回见 拜拜